我们车子仪表盘上的故障灯 其实都是有说法的 有的灯亮了还可以再开一开的 但有的灯亮了 就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尽快的停下来 就好像我们的鞋 如果是鞋带断掉了 你有可能还能坚持一下 你如果是席底脱胶了 那直接就是穿不了了一样 那这些看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 你有些故障报警灯 它是红颜色的 你亮起来的话 代表情况是很严重的 你在确认交通安全 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尽快把这个车子停下来要检查 那首先就是水温报警灯 就上面一个温度计 下面两道波浪线的那个 参考大众麦腾的车主手册 这水温报警灯量 表示冷却液的液未低 冷却液温度过高 或者冷却系统发生故障 这个时候尽量是不要再开了 因为冷却系统出问题的话 是很容易导致发动机故障损坏的 这个就好像我们的电脑散热不行 温度过高 主板有可能会烧掉 人的温度过高 立刻原地躺翻要去医院 对吧 潘云 杨红 发表在装备制造技术上面的论文 某汽油发动机冷却系统 故障研究上面也讲到过 这冷却系统冷却能力不足 发动机过热 会导致发动机的零件强度 刚度下降 配合附配合间隙 它会遭到破坏 另外发动机过热 也会导致润滑油性能下降 润滑不良 使发动机磨损加剧 水温警报灯亮的话 你先看看 确保安全 能停就立刻停 这个时候要注意 你不要想水温有问题 我打开了我去加点水 冷却液明自带个冷字 但其实它是很烫的 不要去动它 要被烫伤的 那如果车子冷了比较久了 你看发现是冷却液不足 那你可以稍微自己加一点 如果说你加过了这个冷却液 合格的标号也是匹配的 那你还是发现 没多久又亮起来的话 那有可能你得好好重新来看一下了 那第二个就是自动系统故障灯 这个灯亮的话 那多半是自动业位过低或者是自动系统故障了 如果你继续开的话 刹车不灵不用我多解释吧对不对 西安科技大学刘鹏硕士学位论文分享给你 基于AHP和FTA的汽车自动系统故障分析里面 有讲到过 这汽车自动系统的可靠性 直接影响着汽车的安全性 是引起汽车故障事故的主要原因 汽车因自动系统失效造成的交通事故数 占总体事故数的44.9%左右 你常见的自动失效 要么就是我们踩下刹车这个信号 传不到这个自动系统里面去 就好像手机充电 这个充电线跟充电头它断开了 你怎么充传不过去 要么就是信号传过去了 但是它没有足够的压力去把车子杀住 那么自动系统故障灯亮的话 我们先要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停车 自动液刹车片这些 我们自己要换已经是非常难了 那谁在后备箱放两块刹车片呢 很少有人这么干 对不对 我这里是比较建议联系4S店 或者是维修厂 或者是保险公司直接拖走就原算了 那第三个就是机油压力报警灯 这个就是有点像那个茶壶一样的那个灯 机油压力报警灯它亮起来 多半就代表润滑油油到内 机油压力过低 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立即停车进行检查 不然发动机可能也要出问题 李源林发表在《内南机与配件》上面的论文 《汽车发动机润滑系统故障问题与处理方法》 研究里面有讲到过 机油油压过低 汽车的发动机润滑条件会被损坏 影响润滑系统的冷却和润滑功能 加大发动机部件的磨损 这降低使用寿命了 没有机实处理的话 气缸壁还会出现卡死或者拉缸灯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开车看到这机油压力灯亮起来了 确保安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那么先停个车来检查一下机油尺的业位 看看是不是机油不够了 底盘下面有没有漏 如果经常烧机油的朋友说不定后备箱 还真的是能有一户机油可以加一下 但一般大多数的朋友我是建议找救援 那么除此之外 像是什么胎压故障报警灯 或者说是转向系统故障灯 就是一个方向盘边上有个碳号的 这种亮起来也是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你看我今天说了好多遍 先确保安全 然后再尽可能的马上停车检查 在没解决之前 建议各位朋友也不要去开了 方向盘不灵的 这个听听也知道的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灯亮起来 它是黄颜色的 和我刚才说的红颜色的不太一样 这些故障灯亮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自己把这个车子开到修理厂 或者4S店去处理的 第一个是发动机故障灯 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点像直升飞机的 那么一个玩意儿 这发动机故障灯亮的话 通常不是发动机本身出问题 这个很有迷惑性 而是排气系统有可能有问题 王维发表在内燃机与配件上面的论文 汽车发动机故障灯亮的 诊断排除里面就有提到过 这发动机尾气急速增加 或者发动机燃烧不充分 会引发氧传感器报警 进而导致发动机故障灯亮起 换句话说 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 跟我们理解的发动机坏掉了 它自己不停的它不是一回事 灯亮的话会怎么样 有可能排放会超标 不是说发动机它本身工作有问题 它不会动 就好像我们手机有点发烫 是不是就有可能是 散热不太好对不对 但是你要去刷刷视频 看看备胎缩车看还是能看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自己开车去检查维修是没关系的 那再来讲一个黄的 ABS故障灯 大宗曼腾车主手车里面提的 ABS故障灯和自动系统故障灯亮起时 代表ABS系统失效了 当和ESP故障灯一起亮的时候 代表ABS系统出故障了 你看这个时候刹车是没有问题的 刹是刹得牢的 但是你碰到什么打滑 需要ESP介入的 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了 那安全性会受到影响 那么你要平安的开到维修厂 这事还是能开的 河北工业大学顾学明硕士论文 基于模型的ABS系统故障诊断 技术研究里面 做了个仿证实验 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 没有ABS系统的自动距离为115米 有ABS系统的自动距离90米 直接是缩短了25米 那么在实际道路上 25米可能就是撞上和没撞上的区别了 所以说ABS故障灯亮 的确是可以开到4S店 自己就能去 但不是说反正杀得住 我不用修了 这完全是两回事 也是要注意的 亮灯就是要修的 总的来说 车子上面的各种故障暴减灯亮起来 我们也不用过于惊慌的 到底是干什么用 一星期想不起来 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 看颜色 红色 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原地停车 寻求帮助和救援 黄颜色的 开车的时候 悠着点 不要开得像平时那么猛了 联系好维修厂 拍张照片 发给维修厂 说是什么问题 大概多少钱 觉得OK呢 就自己开过去 是这么个情况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